為誰我們的 米卡姐 好的 最多業主使用的直升機自己準備喔 再來的話 基本要準備的是 我們的緊急醫療 在分別這邊的話 大家知道嗎 人超多喔 然後有時候可以確定不時間會踩車 所以我們這邊非常需要緊急醫療措施 所以這個停進品呢 就是也可以讓我們緊急醫療的那個直升機 起到一個就是最棒的作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電視牆 我們看這裡面 其實兩邊是一樣的喔 藍心理可以幫我看一下鏡頭哪一邊都比較好嗎 這邊好了 對 對 我們首先看到的話 就是我們在總共建築 那剛剛其實都已經有剛搭 就是稍微講解到了 我們全部的樓高是168 總共樓高的話是38層 然後由於我們家呢 是在這邊這邊 4樓到18樓 它是複式的房型 所以我們其實 一般來說 如果是13樓樓層的話 已經是別人家將近19樓的樓層高樓了 13樓大概是25樓高樓 所以我們的話是屬於一個比較古特的房型 好 那再下來的話是看到這邊 這裡的話呢 就有各自一路一樣的那個就是樓層平面度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有我們的那個壁無離路 我就直接翻譯音啦 派骨離路 派骨離路 派骨離路這邊進來的話 我們一樣是往後退的大概是34米的那個深度 這樣子的話呢 不僅可以讓我們樓可以高度蓋的不夠以外 我們也可以跟外面的車水打龍有一個就是隔音的效果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車道進來 然後大家可以聽到這邊 我們是屬於人車分開來的喔 車道進來以後我們抵下去 然後從這裡過來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如說的自動泊車的停車區 等候區 那我們用的是最新一代 第三代最新一代的這個泊車系統 那我們自動泊車系統的話 最快的速度的話22秒 你只要把你隨機APPLE 空你的車以下說來 然後22秒後 它會在這個等候區 好 就是等待你去先牽你的車出來 那你說那會不會有巔峰時間 你等一下回到一樓 一樓 車從哪邊進去 車從這裡 然後咧 這邊有一個車道 不是吧 是從上面 然後這樣出去這樣下來 那我這邊更正一下喔 這邊的話 車我們從這裡進來 然後它會走一個地下道進去之後 從這裡 這樣子的話才是它的那個動線 然後到這邊是等待區 這邊是進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取完車的話 這邊是出 那一樣 你會穿過底下再上來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人車分離 一方面的話也比較安全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就是 實際在下層那邊的話有一個下層式花園 然後這邊一樣可以看得到 那一樓的話其實還有一個是很悶熱的收發室 也可以保冰 也可以保熱 然後我們再進去看其他的 然後我們再進去看其他的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效果圖 那其實我們剛剛兩個房型 我們都有去把它就是介紹到 所以我們來給看一個 我來到樣板間之後 我發現我們家真的是良心圖 所以動線我等會再跟大家做更正好嗎 謝謝喔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富士Loft 對 那剛剛有說 因為富士我們目前樣板間呈現的是一個百頁窗簾 但是我們的膠簾標準呢 是像這樣子 兩層的喔 一層是透色大 一層是遮光布 這是我們富士環境 然後再來我們看的是下一張 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在高層平層的一個 就是應該是最寬面 朝北冰最寬面 我們最寬面的話總共是16寬寬 然後三面採瓜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特賓的位置 我們最高層的朝北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 但是如果說對於高層 對於三面採瓜 對於16寬面寬非常有興趣 喜歡模特兒伸展台防型烏龍 趕快輸出我們 趕快 好 接下來看到是這邊 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剛剛 有看到就是我們 在我們之前的直播上面的話應該 對不起 剛剛有看到了 這邊的話是一直播 一直播我們等會再進去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富士防型的效果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時候再次進去看房型 你們會發現真的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的照片呢是平層 就我們剛剛說朝北邊的平層的 朝東小的一個房間宅角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開放式廚房 那因為畢竟這個廚房的話就是比較多的 國家會呢 比較多國家人會在這邊 因為其實國師學校也多 所以我們的設計感的話比較多元化 它也比較陽氣一點 比較陽態一點 那開放式廚房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使用上來說 視覺風景效果感比較不會有局限 那在這邊看到的是唯一 我們有浴缸的一個房型 它是幾套的房型呢 浴缸的那個超常護型 超常護型 超常護型 好 謝謝藍芯的提醒喔 那其實在這個的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拍進去我們的那個建築運鏡 四樓的位置 四樓的位置的話是我們的閱讀室 那也是我們的公共工作空間 對 這邊的話 如果我們是有同體小聚會 要研究出一個小方案的話 這個位置可以使用 這個位置也可以兩人去討論方案 接下來看到的是哪裡 可以讓鏡頭抓一個比較會轉光的好了 大家看到這裡 我提供了你一個公共空間 但是我讓你有一個獨立思考的小隔間 讓你在獨立思考的時候不孤單 對 這樣的設計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貼近人性 它不光只是一個冰冷的建築而已 那我們來看我們下一張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大塔 大塔呢 我們採用的是也是一個下層式大塔 並且是有水系圍繞 就我們亞洲來說 如果在跟風水比較有在研究的話 你會發現 當有水系圍繞的時候呢 才圓廣境 圓圓布雪 而且呢 這是以一個就是我們在曼谷這邊 當地氣候也是比較 屬於中溫高溫的那個環境 這個水系呢 它會是一個很好降溫的介質 那再加上我們是下層式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聊天的時候 其實外面人來人往即使 當然不會那麼密集啦 其實外面人來人往的話 也互相不打擾 也互相不打擾 好 那我們再來看的是 其實重點是 總部位它是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兩把椅子呢 是我們非常尊敬的 這個美國的九十華 它有做過的一把椅子 它自己也很喜歡這個椅子 然後它也是一個比較棒的品牌 那我們使用的是它的復刻板 但是 我們這一把椅子的造價的話 就要78萬泰銖 那我們整個建築物裡面呢 我們總共擁有六把 剛剛呢 我們也有看到我們的模型裡面呢 四樓五樓的公共空間 我們有說五樓的公共空間呢 比較是屬於商務性質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後面就是我們的椅子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商務空間 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 親和約和生意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只要先做一個家室 那也是一個下城市的設計 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啦 如果有研究風水的話 我們有水性環繞怎麼樣 有沒有人在心上可以回答的 水性環繞怎麼樣 剛剛田姐有講兩個 沒有人回答嗎 有人互動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對 怎麼看有多少個人進來 來 這邊跟大家 就是再重複說一次啊 這個東西呢 對 這邊的話就是 有水性環繞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永遠不覺 我們才有廣進 然後永遠不覺 所以為什麼我們商務室的話 一定要商務的這個空間 我們一定要設計 可以有一個像這樣子 水性環繞的設計 就為了讓大家 在談生意的時候 可以很順利 有多少錢 就賺多少錢不會大 好 那以上的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 建築物的介紹 然後還有我們一些 校圖圖的介紹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話呢 可以讓大家來稍微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實際使用 無人的那個 航拍機去拍攝的 然後現在看出去的話 是朝南邊 這個就是玉米樓 每一年的 這個看年的時候 會有燈光秀 然後南邊的話 一樣都是原本 就是全部居在這邊的一些 然後屋主啦 地主 所以他們的房型呢 高度其實都偏低 好 然後這邊的話 還可以看到後面 有一個是那個 渣龍門的那個運動場 那我們慢慢看到 會往西邊 西邊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一樣 是我們的城市街景 好 現在西邊的話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是這個比較獨特的 目前的話呢 它在南谷這邊 是一個跑馬場 那日後的話呢 南谷市政府 要在我們這個 就是房市區這邊 做一個重點的發展 那這邊的話 我們在這個 跑馬場的位置的話 我們會設計 成為一個公園 那再來的話 這邊是看到北邊 那因為在南谷這邊 蓋房子呢 除了一些開工許可證啊 我們還要有一個 非常嚴格的是EIA 什麼叫EIA呢 就是環境評估 環境評估 誰來幫你評估呢 鄰居幫你評估 所以如果有這個 鄰居不同意 你蓋那麼高的話 你是不能蓋這棟樓的 那我們也是費勁的心思 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跟我們周恩的鄰居 就是打好關係 所以我們才得以得到 鄰居們的許可 然後進到這麼高的樓層 好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夜景的介紹 好嗎 允許擺一下喔 夜景的介紹呢 我們從東邊開始 大家會發現 夜景你們是不是比較熟悉 因為我想大家 在南谷的時候 晚上要出去玩 那我們可以看到夜景的話 我們東南這邊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線路商圈 然後慢慢的話 這邊會轉到我們的南邊 那剛剛有說一個 意思是看到燈的話 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說玉米樓啦 對 它有一個小數號玉米樓 在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很特殊的燈光造成的話 那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著名的酒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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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到我們的那個 方向的話 就來到我們的西邊 好 我們一邊看的這個 就是我們 嗯 港拍機拍的夜景 店店搭擾 有人問說 婷姐婷姐 哪個朝向好 我跟你說 如果說 熱不熱這件事的話 我看 都不算會冷 每一個朝向都夠熱 然後再來呢 我想說 那婷姐婷姐 你覺得我買哪個朝向 出租的話會比較好 每個朝向的租客 不一樣的類型 譬如說 你們想跑外國場 歐美人為什麼要來曼谷城 那不就是要求個曬太陽嗎 那你們要曬太陽 每當就給天嗎 不對不對 他一定會跳西邊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亞洲人會覺得 如果喜歡西邊 你說了你說了 你說了 我們要國際化一點 每一個朝向都很棒 而且也是我相信 大家剛剛看到我們這個叫做 實際航拍機 上次拍的這次了 我整個曼谷裡面 已經是整個城市階級 都你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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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拿不熟 別人拿不熟 我們高層還有方面嗎 主管 給你什麼 我們高層還有嗎 我就是有觀眾想問一下 02戶型 02戶型 02戶型有嗎 02戶型 02戶型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黃阿翔 而且之後它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剛剛有說過因為這邊是皇室區 所以曼谷市政府一定會優先 並且著重的發展這個區域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因為剛剛我點了一個字 我想要看一下地段圖 它出現了 來 這個地段圖呢 我們是用一個比較簡易的 矩形的方式 去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是我們的位置 CORNER 然後這邊的話 有看到一個黃色的曲線 我告訴你 這個曲線很重要 這個曲線呢 就是我們 欸 已經在進行中了 去年還要講未來 已經在進行中了 最近如果是有來漢語的朋友們 一定可以在某些路段看到 我們橘色的大街頭 而且每次都會 每次看到三個牌一起 那一桶一桶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都是你們未來可以賺到的錢 那就是橘色線 那就是我們的橘色線 就是我們的地鐵 然後我們的地鐵呢 剛好是在我們鄉立的門口 為什麼停接感 這樣子 非常大膽的 跟大家報告 因為原本地鐵 我們的隆梯路口 是我們家的 原本地鐵的那個路口呢 是我們家買下來的地 但是因為呢 我們在買的地鐵 所以我剛剛有說到 我們要清理客人 然後各種自己的申請 我們要跟鄰居打開好關係 所以我們在做的過程之後呢 地鐵局的延前設計 它就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我們地鐵路口 要開在你們家門口 所以我們今天要快點 是跟地鐵局徵收口 所以我們才敢打 非常大聲的告訴大家 我們家未來在2023年 橘色線全線通車的時候 我們以橘色線的地鐵 零米接輪 零米接輪 沒有距離 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 我們剛剛已經有看到一些 像我們的那個 就是無人機的那個好拍 大家都會問 我們都 曼谷妳知道哪裡 妳來曼谷有去哪裡玩 四面佛在這裡 四面佛在這個角角 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我們的位置剛好就是在 仙羅商圈的旁邊 我們只要走路過去的話 大概是七百年的距 七百年的距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比如說 生活技能齊全以外 還非常的豐富 光是這幾個商圈 我打包票啦 如果去逛的話 真的是逛三天 你真的逛不完 我常常睡的時候 我都沒力等不出來 有沒有要有氣質一點的地方介紹 有氣質一點的話 有文化 文化 比如說像文化的地方的話 還有一個是金康普森的文化館 還有我們上一次Mika有 就是幫我們一起介紹的是 我們的美術館介紹 然後還有一個是像我們學校的話 因為 小心 輕一點 我們直接看一幕就好了 我不用入鏡 像這一次吧 然後我們剛剛有看那個環景圖的話 其實在那個靠近南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朱拉龍宮大學 那朱拉龍宮大學的話 比較有名的專科的話 就是我們的醫學專科 所以旁邊的話 有我們的朱拉龍宮醫院 然後其實在這個區域 因為這個的話 是一個當地的中學 它其實在我們的小區的鞋櫃面 這裡就有一個新加坡國際學校了 但是因為剛剛我問了一下 太近放不進去 它等於我們可以實際就是到外面去 走一小段路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位置在哪邊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一直播的朋友 因為還沒有看到 接下來我們請Kitten經理 幫我們到藥板間 給我們教學訓練講解 哪些東西是有附的 哪些是沒有附的 這樣客人買的時候 才會知道他有過的哪些東西 好唷 等一下我們請我們總部的Kitten經理 來跟我們大家協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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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就給我們Kitten Kitten經理 我們就先講解一下我們要買些 然後什麼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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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找個10塊錢 那我們先找個10塊錢 謝謝 謝謝 我們要來講 第一個的話 是複式 然後 第三複形 算是4.9平方米 大家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其實整個門上呢 就是我們有做的和其他家的不太一樣的 我們門上的話有三個地方 這上面這裡是一個換氣孔 換氣孔 換氣孔的話它裡面可以是 它裡面可以有一個開關 就是說你把它關上的話它會封閉的 那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就可以封 對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每個部的一個獨立的日遊箱 那所有業主的那個信件的話 都會在下面收到以後 跟那個拿下來 都放到每個音樂部門上去 然後下面這個信件我們來放 比如放在那它的位置 然後門的話是電子鎖的 我可以嗎 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問 電子鎖的是Yelen的平台 可以用指紋 用密碼用卡 然後還有用鑰匙四種方式 所有看到的東西 除了裝飾的東西的話 都是配備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現在鏡頭看到的那個沙發也是有的 對沙發是有的 但是這個沙發上的這個坐墊是沒有的 這個小靠枕是沒有的 然後包括那個桌上的那個電腦也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電視有 對電視機是有的 電視櫃是有的 那以後的教房標準的話 電視機後面還會有 我們還會做一個櫃子 做一個就是電視櫃的收納� 對 那一進的右手邊的話 會有一個鞋櫃 下面這兩個去的話是鞋櫃 然後上面還會有一個收納空間 是可以上去放東西的 所以這個櫃子的話 不請等一下 連上去都可以做收納嗎 對對 整個櫃子的高度就是跟 跟我們的鏡高一樣的高度 是4.5米 那整個這個高度 這個空間的話都是可以做收納的 小茶几有 然後我們電視櫃的話 收納櫃也是都有的 對,牆子也是有的 是的 然後大家拍到的這個這邊的窗簾的話 以後的教房標準 會是兩層的布的窗簾 然後一個是透色紗 然後一個是遮光布 這樣對嗎? 對對 那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我們的廚房 跟我們的衛生片 我們先看廚房好了 廚房可以看一下 第三戶型的話 那是一個封閉式的一個廚房 那因為是廚房裡面 我們所有用的那個廚具的話 都是Bolognese by Oledito的這個品牌 那這樣子的話 我來說一下 那如果有什麼不足的話 那Kitten請你再幫我補充一下 可以可以 我們現在我們往裡面走 我們現在在廚房裡面看到的瓷磚的話 也是我們的膠房標準 地端是我們的膠房標準 然後我們坎路式的那個冰箱的話 也是我們的膠房標準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坎路式冰箱外面的 這個鏡面設計 然後你們看到左上角 那裡的話就是電錶 每個部落的電錶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兩塊的鏡面的話 已經是層次的膠房標準 OK 浴室 浴室的話可以近景拍一下 KOTO的一體式的馬桶 電錄馬桶 因為現在泰國市面上的KOTO這一款的話 它是那個 基本上是白瓷的 但我們用的這一款以後的膠房標準 就是這個珍珠漆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我們在那個護士的底層 膠房標準的話 就有跟各位觀眾朋友 去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對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要把那個視線往上拉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天花板 我們天花板的話也是上上組 我們今天看到所呈現的樣板間設計嗎 Kippen經理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呃 對的 天花板的話是這樣的設計 然後工條呢是嵌在裡面的 但天花板的話 不含這個吊燈 這個吊燈是一個裝飾吊燈 所以到時候這樣玩標準的話 我們會有12燈 那要是刷白色系 對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桌子是一樣的嗎 桌子是一樣的 桌子是一樣的 桌子是哪個 然後桌子兩個是有的 我這邊得到這個是你有的 然後這個是沒有的 對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裝飾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看一下我們的上層喔 那我們鏡頭先上去 剛剛的油箱都可以再看一下 對 我好選這個油箱喔 嗯 以後都叫人家不要發簡訊給我 只能寫信給我 那我們往上層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在那個 從底層到上層的那個龍蜂扶手 除了玻璃會不一樣以外 我們的這個扶手材質的話 是一樣的 對 是一樣的 好 然後玻璃的話也是鋼化玻璃 鋼化玻璃 然後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對 這個的話也是鋼化玻璃 好 對 然後地板呢都是石木地板 嗯 石木地板 我昨天有聽我們另外一個總部同事說 大概都是一根指節厚度 對差不多 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一樣都是枕間 應該說我們在交房的時候呢 都是會贈送枕間的貼壁紙 對 然後我們在標板間裡面看到的影片 如果是有一些鏡面的話 呃 如果在牆壁上的石材跟鏡面的話 我們都是會轉換成貼壁紙 對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床頭 是的 這是貼壁紙 這邊的話也是貼壁紙 它就不是鏡面的 嗯 對 那我們是整個床架跟床墊都有做一個交房標準 對嗎 對 那這樣子的話這邊側邊的那個床頭櫃也有 對 兩邊床頭櫃都是有的 然後 牌燈的話自備 裝飾品自備 相框自備 好 然後這邊的衣櫃的話 對 對 其實它的優勢就是說 可以放更多的衣櫃 還要除放更多的一些雜物 但是到時候交房的話 這個玻璃也同樣是那個偏深色的 彩色玻璃 嗯 也是不鏽鋼的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那個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就是樣板間這邊的玻璃體現 到時候玻璃的 不是這個 到時候不是這個 好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跟大家聊天的 然後他們跟我說 玻璃長這樣嗎 之前你們 你們給的圖片有沒有想 我說你們這稍待一會 我們會請就是 對 比較專業的主管 我們會給大家解釋一下 對 對 一樣是露衣材質 對 有透光性 對 那個時候交房的話是露衣 露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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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低輻射鍍膜 然後厚度是12.38毫米 嗯 那一樣有透光性的 一樣有透光性的 因為我們 我們客人買的這個全景負衣 他就是要享受陽光啊 對對對 嗯 好那這樣有幫大家都解答到囉 然後所有的空調都是切入 切入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呃 富士房型臥室的那個 空調的出風口 然後是在這個位置 對 然後等會我們要帶大家 再去看一下 我們在客廳的那個位置 底層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那個就是 空調的出風口在哪邊 然後我們 鏡頭也跟我聊一下喔 我們的那個出風口的話 底層出風口是設計在 底層就是最頂上 最頂上最頂 所以是富士的話 不是在這個位置 不是不是 然後是在最頂上這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也是要 都是貼壁紙嗎 這個鏡面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 廚房裡面的 剛剛還沒跟大家介紹 我覺得我們這樣定池爐 也是挺厲害的 這個的話也都在 交房標準裡面 對在交房 還有一個就是 嵌入式烤箱也是在 交房標準裡面 對 沒有是微波爐 一房是微波爐 一房的話我們是送 微波爐 如果是兩房房型的 就是業主們的話 我們得到的是 微波爐 跟嵌入式烤箱 對 好哇 買了一個房子以後 送你一整個家 嗯 好棒喔 所有廚房 所有廚房的那個 廚具的話 都是工人業的 對而且我們家 不只是送你一個功能性 我們送給你們的 都是享受 品質 舒適 好 那櫃子的話 我們可以開開看吧 可以可以 因為我們其實 蠻多客人會 比較想要知道說 我的收納到底足不足夠 你們有沒有幫我設計 如果你們沒有設計到的話 那我要另外去準備 什麼樣的房 我真的不知道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等於是那個 富士房型 一房一天的房型 我們就已經看完 所以我們的平層的 平層高層的 一房房型的話 我們的 電磁爐也是有的 然後我們的微波爐也是有的 只是說 我們如果是買了 標準兩房房型的時候呢 我們會再多贈送一個 烤箱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們 要再來去快速的看一下 零ö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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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